为了让亲子可以留下难忘的夏日回忆 树冈亲子馆是特别规划有户外亲子课程 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透过的社会本故事书 来带领孩子们认识当季的水果西瓜 并且是把故事当中 蚂蚁将西瓜皮当滑水道的桥段 是转换到现实生活里 让小朋友玩起滑水道 跟爸爸妈妈更一同的来打起了水仗 也让现场是充满着欢笑声 相当特别 老师生动地说起绘本故事书 讲述着一群蚂蚁遇到西瓜的过程 不仅带领孩子实际认识夏季的水果西瓜 可把故事当中蚂蚁将西瓜皮 当滑水道的桥段都转换到现实生活里 让小朋友可以玩起滑水道 跟爸爸妈妈一起打水仗玩得为乐乎 就是夏天很热嘛 然后小朋友来这里玩水很开心啊 一开始会比较陌生 可是后面就渐渐熟了就会跟大家一起玩水 而且有点玩的就是不愿意回家的感觉 我们刚刚有听老师说故事嘛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 就是跟小朋友做一些就是搬西瓜啊 帮助他们肢体发展的一些活动啊 我们觉得很好 为了让亲子可以留下难忘的夏日回忆 石岗亲子馆是特别规划户外亲子课程 有别于一般的说故事 过程当中老师更特别加入体感游戏 并且把生成的自然特色融入其中 让大小朋友可以透过情境的方式 一边游玩一边学习 我觉得孩子他就是难得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 那也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让大家可以有机会 可以这样子大肆的解放自己 因为现在的家庭可能比较不能有机会 都要到游乐场去 那因为这个亲子馆就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把它结合吧 昆虫夏天阳光水全部摆在一起 然后也是孩子最自然自然的一个身 自然的周遭的一个氛围 把它设计在这个活动里面 主要就是希望孩子透过我们的课程 可以了解我们生活周遭的大小事 包含昆虫包含我们的环境 那可以在这样的课程里面 对于生态的保护也好 或者是对于周遭环境的在意或在乎 然后让他们去珍惜我们身边有的资源 充满欢笑的绘本故事不仅让孩子们玩得相当投入 也拉近了亲子间的情感 而官方也表示 未来也会持续开发相关的趣味课程 让多元丰富的亲子活动 可以成为亲子馆内的特色亮点 记者沉默汉台中才碰不到